大家好 我是Theresa 今天跟大家分享兩個LU-silk的基本動作 第一個動作大家都很想學的 Heap Lock 上一集我們教大家如何學Food Lock 今天的Heap Lock相對比Food Lock 是比較困難的 包括在力度方面 所以我都會有低胸 在低的情況下教大家如何掌握這個技巧 然後帶大家在半空裏做一個Heap Lock 然後鎖得緊可以定在一個Lock裏面 第二個動作是由Heap Lock演變出來的SciPank 側扮動作 這兩個動作連貫性去完成的話 會怎樣的呢 大家快點去片 站在左手邊 上手緊握步跳 筆曲膝蓋 往上提起 盡量腳趾都不碰地 這是一個加強的版本 伸直腿 往上踢起 想想我們的腳趾向上天花板的位置 把絲帶在大腿中間穿過 然後把它放在左邊的方關節的位置 把右手舉起 把絲帶放在右翼下的位置 留意我們的盆骨位置 我們一定要頂住 身體重心要往後 然後再捲向右方 確保條帶在下腰位置 然後攬緊你的雙腿 或者你可以就這樣捉住一條帶 絲帶在右邊 引體右腳打橫踢起 後面的雙腿 撩住下面的絲帶 然後雙腿轉向右邊 把絲帶在寬關節的位置 你需要保持 我們的臀部往上 頭頂向下 保持前彎 留意你右翼下 可以卡住一塊布甲 如果你對絲帶很純熟 你可以靠一兩個高度 才靈空做一個絲帶 可以把你的右翼下 卡住布甲 然後把你的左手 拉起身體 兩隻手抬開布甲 中間 把你的左腳穿在布甲 中間的位置 然後可以擺一個漂亮的姿勢 提起右手 如果再想漂亮一點 把你的布甲散開 把你後面的布甲 把右腳卡住 散開 然後右手 攬開你右邊的布甲 你可以選擇下腿屈曲 去做一個變化的動作 把左腳提起 穿在兩部中間 穿在兩部中間